William問一條大一點的問題 他就想問港股明年有沒有機會翻生 他說恒指有沒有機會去到28000點呢 William是來的 其實看你翻生的定義是什麼 你說翻生的定義只是去到28000 五會完全不可能的 就是每年指數總會有五六千點的播放 你說這些就好像觸底反財市場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你說其實我也老實地說 一個地區股市是全球最差 通常都實有些原因的 就是現在一下子由全球最差變成全球最好 就沒什麼可能 但是你說翻生的定義是什麼 這些位置開始觸底反財 我們現在市場在想這個一件事 就是港股票就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一些好的入市時機 一定不是 但是你做好風險管理 做多些功課 平時為什麼叫大家看一下發生什麼事 你想到一些投資主題這些位置博 很多東西都會有一定直播 剛剛我們說的一些狂運股或者能運股 為什麼它推介其實所有東西都有機會升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看基本的資料有支援 第二方面就是你看圖上 其實很多都異定的一些止設位 就是你搜到的這段時間 接著真的見底滬升就開心了 但是去到一些叫做比較加大歡氣的炒作方法 就是人家買完股票 譬如像以前你經常問 去買股票目的是什麼賺錢 一定不在指數貼著52週低位的位置做的 指數起碼要上到2萬6、2萬7的位置 到時候搏可能升浪衝到上去2萬8 這樣去炒會相對比較舒服一些 所以短線這些位置就富貴欠中球 我會這樣說 是一些在搏建底的狀況在那裡 港股有沒有條件完全建底 其實又不是真的沒有的 但其實負面因素又不是真的好 好像第三季沒有新鮮沒有獲金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講 港股的看法都沒有去到太北關注 但是那個弱勢應該都會在 問題就是升上去的時候 我想說美股還有機會破頂 就算在低位上面反彈 那個幅度都未必夠 像別人其他各大國家 不是就是美股 日股 英國股市 澳洲股市上面 走勢都是差很多 主要是你說大幅度服飾反彈就真的辣 但是你說要升上去 又不是真的完全無可 但是這一刻關鍵的阻力位 就大約24500這些位置 當上到24500樓上的時候 就有條件開始去顧底 是 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